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年8月一名美国女子通过律师向纽约州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 指控安德鲁王子在她未满18岁时就对她多次实施性侵开始 名义沸腾实在压不住锅了 先是纽约联邦法官拒绝了安德鲁王子此前提出的驳回 针对其性侵诉讼的请求 然后白金汉公发表声明 在女王的批准和统议下 约克公爵的军队职位和皇家赞助已经归还给女王 约克公爵还继续不承担任何公共职责 并以私人公民的身份为此案辩护 换句话说 英国皇室根本上准备跟她划清界限了 可见大家都对安德鲁王子不看好啊 再不做好切割 女王的面子都要被她丢光了 再宠的儿子跟皇室颜面比起来还是要被放弃 女王这一辈子致力于维护皇室尊严 为此出手叫停过妹妹的爱情 跟查尔斯跟戴飞下过离婚令 如今把小孩子搁置用不录用啥的 应该也不会犹豫的吧 所以要论词逼的大格局还要看豪门 比如2022年开年大戏 起码就落到了香港顶级富豪霍家身上 近日媒体报道 霍家帐房三子和两女霍振宇 霍丽萍霍丽娜 起诉自己的二哥霍振环大哥霍振亭 至霍振环隐瞒英都在南沙约70亿元的地产项目 要求家族共同公司行使回购却 并要求霍振环和霍振亭赔偿 大概是最近大金额看得太多 有点膨胀 看到70亿也觉得不过如此咯 但是媒体很兴奋啊 马上把这场诉讼封为市集官司 双方的诉讼阵容也摆得明明白白 原告请到的是御用大壮之称的虞若海 近年来因为顶替政府打官司的号称 功无不克战无不胜 被告请到的是香港前律政司司长 辞生大律师黄仁龙 官司据说要打两个月 光开案陈词就有一千多页 要念好几天才能念完 听起来很热闹 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这场官司看念在哪了 当然是看行门八卦啦 首先霍家这门官司大的就让人很唏嘘 掌方子你为什么这么说 那要从霍家掌房的身份索起 婚姻动有三房太太十三名子女 说起来关系也是相当复杂 和赌王的家庭不同 霍家少有狗血八卦传出 应该说霍家各种规矩在一起 冲起了很大的作用 霍家的规矩有多严呢 一书曾在小说里 借某位阔泰的口案讽刺过 而媳妇带的珠宝可以自己留着 不用写借条放在保险箱 不像有些豪门 这说的就是霍家了 因为霍家买的珠宝都算是家族财产 买回来就放保险箱 而媳妇社交是要佩戴撑场面 可以写了借条才能拿 能立下这个规矩 可见霍英东 以及她的原配夫人吕燕妮 有多精明了 作为白手起家的一代富豪 霍英东和吕燕妮算是患难夫妻 吕燕妮是霍英东母亲 为儿子相中的 林家姑娘 直跟直底 跟霍英东一起大拼 婆妻也相处融洽 加上生下三子三女 原配地位 劳不可破 霍英东发家之后 核心产业 霍星唐只有她和吕燕妮两个股东 可见霍英东心中吕燕妮 其他不说 至少是一个相当合格的合伙人 然后1958年 霍英东迎娶二太冯简妮 有一种说法是 冯简妮其实是霍英东的初恋 虽然两人各自成婚 但霍英东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冯简妮离婚后 霍英东真的吕燕妮的同意 把她和她的儿子一起接近霍家 嗯有霸道总裁那味儿了是不是 然后1968年 她娶了三太领书端 这两次娶妻都没有向外界公布 要不后面1977年 霍英东的母亲去世灯爆发 复告香港人还以为 霍家只有一个霍太太 话说回来 香港这种戏码也不算上 好几个明星都是因为长辈去世 复告上落名字 才被发现隐婚事实 总之霍英东在妻妮问题上 总算是拎的 亲的 体现在一世 只让原配夫人和长房子女 出现在公众唱和 二是给三房子女的名字 也有区别对待 长房的孩子是镇子辈 二房的孩子又文字辈 三房的子女又显字辈 就差公开喊出 敌数有别四个字了 然后就是最狠的一招 1978年 霍英东55岁那年 立下遗嘱言令 只有长房子女 可以继承她的商业版图 二房和三房的子女 只能从事医生律师等行业 不准与大房争产 就算是长房的三子 她也以一分配好个人角色 长子霍正廷继承她的体育事业 成为家族的形象代言人 次子霍正环掌管家族生意 任职货家 集团 董事 兼总经理 三子霍正与街掌 内地南沙开发计划 当然为了保证 三房子女的生活 她在遗嘱中规定 三房配偶和子女 都是遗产收益人 她死后20年内 都不可以分配剩余的遗产 但是个人可以按月 领取定额生活费 这个钱说少不少 说多也不多 货正环最高 每月10万港币 货正廷和货正宇 每月5万港币 张芳 两个女儿 每月1万港币 对豪门门来说 算是真正的零用钱 结果呢 压住了二房三房 没压住大房内的啊 而对大众来说 霍云东对子女安排的 另一个作用 次为香港的娱乐八卦 又添了一笔看点 比如霍家的两位 著名儿媳妇 号称最美港姐的朱灵灵 跟跳水怪局郭金金 先说朱灵灵 朱灵灵身于缅甸富商之家 9岁时移居香港 1977年18岁时 竞选香港小姐夺冠 后来嫁给了32岁的 富豪之子霍正廷 听起来是个完美的 童话故事咯 因为首开港姐 嫁入豪门的仙河 这段婚姻 此后多年一直被人称颂 哪怕多年后 两人离婚 也不影响故事的辉煌 实际上很多年后 霍英东探诚 为什么要让儿子 娶一个女明星 因为那个时候 霍正廷没有太大的名气 但是要继承体育事业 在国际上游走 需要名声 娶一个当红女明星 是最快的成名方法 而朱灵灵年轻漂亮 背景清白 刚刚走红又没有什么绯闻 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当时这场婚礼 霍英东豪制千万 礼金一千万 婚纱从罗马 专门定制 美丽华酒店席 开350桌 美席2000元 注意以上都是上世纪 70年代的港币 4000多位权贵到场祝贺 一场婚礼之后 全香港人无人不知 霍正廷 这就是豪门的故事逻辑 他不另于慷慨 给予 但也会计算背后的每一分收益 此后30年 朱灵灵顶着最美钢键 豪门媳妇偷钱 生下三个儿子 出入社交场合 光鲜亮丽 受人羡慕 即便有这样不和谐的小新闻 似乎也无伤大呀 他和姐姐曾经一起共同投资 在英国开了家首饰店 但是被霍家叫停 霍家的长子儿媳 怎能去开店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带着小儿子 两次搬离霍家 大家才发现 童话之后 另有故事 2005年 霍正廷和朱灵灵 秘密签署离婚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 他放弃了和霍正廷 对分家产 最大限度保住了霍家的颜面 2008年 他和罗康瑞结婚 据说南方暗恋他34年 婚后南方直接把百亿身家 全部登记到朱灵灵名下 算是用最直接的方式示爱了 并且由于他和霍正廷 离婚的相当体面 又有三个儿子 他和霍家的关系 至少从表面上是相当融洽 霍家的几件大事 霍英斗去世 霍起刚结婚 他都坐在主桌 以女主人身份招待宾客 话说回来 他为什么会放弃对一份财产 仅仅只是出于对霍家的尊重吗 当然不是 前几天有一个新鲜出炉的新闻 2021年12月20日 霍正廷和朱灵灵的长子 霍起刚撤钩 当写为香港立法会议员 这其中在体育演艺文化和出版界 霍起刚获得195票 占绝对优势 很久之前霍起刚和郭晶晶恋爱时 他的堂弟霍起中被扒出 用小号吐槽 说搞不清楚 为什么哥哥要娶一个英语都不会说 又不好看的女人 孩子跟你的爷爷和大伯比 甚至跟你的前大伯母比 格局还是太小啊 会说英文的漂亮姑娘满地都是 奥运冠军世界上能有几个 愿得不用说 现在的摩纳哥王妃夏琳 是当年南非的国家级游泳运动员 参加2000年奥运会 4成100游泳团体赛 拿了个团体决赛第五 就足够成为她嫁入王室的资本了 国经经事大师的奥运冠军 对霍家来说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一点 霍英东清楚 霍振廷清楚 朱灵灵清楚 霍启刚也清楚 连郭晶晶都清楚 所以她才敢说 航门那么多 世界冠军只有一个 当年霍启刚 郭晶晶大婚 虽说重口一词 说郭晶晶下嫁 但也发出 郭晶晶父母都是坐经济舱 去香港参加婚礼的 并且宴席上没有被安排做主桌 虽然事后霍家表示 宋劳斯莱斯致歉 但细品来总有点微妙 还是那句话 豪门不另于给予 但也会计算背后的每一份收益 而郭晶晶最牛的地方在于 她真的是结婚 而不是嫁豪门 不管是去超市买平价衣服也好 带五块钱的发圈也好 她硬生生靠自己的影响力 一点一点把自己 从所有人心目中的豪门媳妇角色 扭成了霍启刚的老婆 她身在豪门 却硬生生走出来一条 跟其他豪门媳妇完全不同的路 并且让整个豪门所处的交集圈 乃至整个社会都对她服气了 这大概就是一个运动员的坚韧 现在霍启刚公认的是父辈两代铺路 奔着政界去了 郭晶晶这样一个妻子 对于她来说到底有多加分 明眼人看得出来 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就是 跟郭晶晶结婚后 霍启刚的形象 从一个富二代迅速转变成为了 靠谱好男人 但其实早年前 她也是一个著名的夜店小王子 刚跟郭晶晶结婚时 还有诸多新闻说 她因为外面有事情 跟郭晶晶吵到大打出手 跟她之前的讨色新闻相比 郭晶晶一个亮晶晶的绯闻 简直不算个事 这集中固然有豪门世家 善于公关的力量 但豪门媳妇这么多 能够让富豪子弟改头换面 如此彻底的 目前来看当属郭晶晶 知道自己前面的路有多难走 但选定了就排除万难的走下去 并且种种迹象来看 郭晶晶跟郭晶晶是自日同道合的统治 互相的对视之洲也有爱情 这才是真正的客贵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带来更多明星星背后的故事哦